各位喜歡足球 熱愛足球的足球民你好 歡迎收看足球球報 我是主播張耀生 節目將帶給您最豐富的足球消息 首先帶您來看上週七甲聯賽的戰況 先帶您來看在新竹第二運動場的比賽 第一場由航員對上台體 剛開賽航員就靠著Benchy突破射門掀持得點 攻守都有好表現 最終以4比1擊敗台體 接著進行的紅石對上Futuro的比賽 Futuro靠著雙城陳昭安跟陳申偉 各進一球取得領先以2比0帶走比賽的勝利 本週的企業甲級足球聯賽 在新竹第二運動場進行的第一場賽事 由排名第三的航員FC對上排名第六的台灣體大 而開賽不到五分鐘 航員的進球王Benchy就靠著台體後衛的青球15 在進區單刀射門 GO! 幫助航員先持得點取得了1比0的領先 而航員的攻勢還沒結束 在比賽第八分鐘 航員的Benchy又來了 在邊路帶球橫傳給進區的朱一辰 可惜在接衣上沒有配合好錯失了一次機會 而台體大也試圖反擊 在比賽第17分鐘 台體大的超級新人坦一扇 抓到航員後衛的青球15 在進區外起腳射門 可惜直接將球提進了門將的懷中 在比賽第21分鐘 台體再度發起一波攻勢 台體21號的陳柏玉 在航員進區外起大腳射門 可惜球踢到了球門的橫梁上 無法為台體追平比分 而比賽第38分鐘 航員的林明瑋在進區接獲隊友的傳球 直接頭槌將球點進球門 GO! 幫助航員上半場取得了2比0的領先優勢 而比賽來到下半場 才不到5分鐘 航員的朱一辰在進區接獲林明瑋的傳球 順勢將球踢進了球門 GO! 把比數拉到了3比0的領先 比賽來到第81分鐘 航員再度取得腳球的機會 林明瑋大腳一開 航員的劉志文接獲傳球 直接將球頭槌破網 GO! 精彩的配合也幫助球隊取得了4比0的領先 而比賽來到尾聲 在第87分鐘 台體的陳彥凱在進區外起大腳射門 GO! 球直接穿過了守門員的身體 精彩的射門也讓台體逃過被玩瘋的命運 中場 航員就靠著林明瑋單場一進球 並傳出兩助攻的精彩表現 幫助航員以4比1擊敗台體 收下3分的積分 再來同樣在新竹第二運動場的第二場賽事 由排名第5的台中伏特羅 對上聯盟入住的台北紅獅 台中伏特羅由於11號的唐佳倫 在練習時受傷 因此本場比賽高掛免戰牌 開賽前他的隊友拿著他的11號球衣 希望能與他一同奮戰 果然一開賽 台中伏特羅就展現強大的進攻企圖心 不斷地進攻紅獅進區 而紅獅在上場比賽 逼合大同之後 氣勢震望 在面對台中的猛攻 絲毫不退讓 找到機會 就反攻到台中的進區 可惜欠缺林門一角 比賽來到第17分鐘 台中的國腳陳昭安 接獲隊友傳球 靠著個人速度切入到紅獅進區 起腳射門 GO! 幫助台中伏特羅先持得點 取得了1比0的領先 而比賽第31分鐘 台中的陳昇偉 在左邊路靠著個人速度 切入到紅獅進區 傳球給到了隊友 起腳射門 可惜踢在紅獅的防守球員身上 紅獅後衛的精彩防守 也防止球隊分差進一步擴大 上半場來到了尾聲 台中15號的高田俊 切入到紅獅進區 傳球給到另一側的陳昇偉 起腳射門 GO! 精彩配合也幫助台中伏特羅 上半場取得了2比0的領先 而比賽來到下半場 紅獅幾次試圖發動進攻 但都無法突破台中的防守球員 比賽第57分鐘 紅獅得到自由球的機會 Vera在進區試圖調中 可惜隊友的建議沒有跟上 錯失了一次得分的機會 而下半場的比賽 在台中的石頭之下 紅獅沒有獲得太多的進攻機會 中場台中伏特羅就靠著陳昇偉 以及陳昇偉雙箭頭各攻下一分的表現 以2比0擊敗紅獅取得了2連勝 緊接著帶您來看 在台南永華足球場進行的兩場比賽 第一場由高市台電對上台灣鋼鐵 有著一定要贏壓力的台電 在本場比賽遭到鋼鐵的威脅 上半場有好幾次都差點10球 進攻上也都沒辦法進球 下半場台電教練陳桂仁 將小球球一環換上來 小球也立刻傳出助攻林建勳進球 最終就以1比0擊敗鋼鐵 驚險的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接著登場的大同鳴船之戰 上場遭暴冷踢合的大同奔場比賽 火力全開 剛開賽就對著鳴船的球門不斷猛攻 靠著安逸恩的帽子戲法 Marco也有兩個入球的好表現 最終以7比1擊敗鳴船 緊接著帶您來看 另外一地台南永華足球場的比賽 第一場由高市台電出戰台灣鋼鐵 每一場都是背水一戰的台電 在對上鋼鐵的比賽 反而踢起來沒有很輕鬆 剛開賽鋼鐵白少羽跟姚客齊 兩個球員不斷在邊路施壓製造機會 第17分鐘 吳俊清一個大腳直接往前傳 姚客齊發揮速度優勢 將球帶到進去 船中想找白少羽 一個漂亮的鋪舊有驚無險的化解了這一次的危機 但台電也不是省油的燈 幾分鐘後找到機會 簡單的中場傳導之後 李香偉直接起腳 可惜射偏了 鋼鐵立馬吹起反攻號角 第37分鐘白少羽在左路找到機會 往前突破閃過了守門員之後 空門的情況下 沒有選擇起腳 錯失了一個非常好的進攻機會 上半場兩隊都沒有進球 以0比0進入下半場 下半場開始鋼鐵率先發動攻勢 但好幾次進區進攻 都欠缺0門一腳 都沒辦法搶奔的情況下 台電展開反擊 一個進區外大概30碼左右的位置 嘗試起腳 可惜這個球被鋼鐵門將斷軒擋了下來 之後台電仍然沒辦法攻破鋼鐵的大門 第60分鐘 鋼鐵因為斷軒拉傷 只好做守門員的更換 旅攻不下的台電 如果平手或是輸球的話 都會讓爭冠變得更加艱難 第72分鐘 台電總教練陳桂仁選擇換人 將小球球一環換上場 希望能增加前場的進攻 果然這個神調度也奏效 上來沒多久 一個發邊線球的機會發進來 李翔偉一個跳球越過了防守球員 小球一個傳中找到林建勳 林建勳起腳 球進了 go 悶了一整場的台電 終於在第75分鐘破門 小球剛上來就進攻 也讓人不得不佩服陳總這個神調度 陷入落後的鋼鐵 直到商廳步時都還有攻勢 但幾次進區的攻擊 就是沒有辦法進球 最後一顆手球的嫌疑 裁判也沒有給 最終台電就靠著第75分鐘 小球精彩助攻林建勳的進球 驚險的拿下了這一勝 也續命了他們爭冠的機會 緊接著彈琳來看第二場比賽 大同對上明川的比賽 在上一場比賽 台電獲勝之後 壓力又回到了大同身上 最近進攻狀況撞強的大同 本場比賽大爆發 在開賽就對著明川的球門 不斷猛攻 第8分鐘朱文樂就在左路 一個左腳射門球進 馬上就替大同閒持得點 之後明川完全沒辦法扛住大同的進攻 左右邊路的突破 幾乎讓明川球員沒辦法招架 安隱恩 元田之後再接連破網 上半場結束 大同就以3比0領先明川 下半場開始大同繼續撕裂明川 馬可這個可怕的凌空抽射 直接讓明川的門將跟防守球員 變成裝飾品 一動也不動 兩分鐘之後馬可再進一球 比數來到5比0 雖然進攻上非常兇猛 但大同的防守有些不穩 讓明川有好幾次得分的機會 第57分鐘明川嘗試遠射 結果門將沒有把球抱好 熊員關補射 這個球進了 也幫助明川破蛋 比分來到1比5 但之後艾依恩再補進兩球 這場比賽拿下帽子戲法 最終大同以7比1的大比分 輕鬆拿下明川 下週將與台電進行最終的冠軍賽 大同在本場比賽 以大比分擊敗明川 可以看得出進攻的狀況上 有比較回穩 箭頭馬可跟艾依恩的狀況 有回到之前一二循環統治對手進去的感覺 但面對最近比賽近況 防守強度都非常好的台電 大同的進攻箭頭一定會受到嚴防 左右邊路的圓田跟陳瑞傑 就會成為球隊進攻的重要因子 本場比賽大同雖然獲勝 但防守上感覺還是有很多可以更進步的空間 畢竟面對的是進攻方式多元的台電 而大同也在比賽結束後 前往嘉義進行最後一周的集訓 來備戰冠軍賽 氣甲聯賽將在下週進入尾聲 明年的亞族聯盃也是球迷關注的焦點 航員在去年成為氣甲第一支 獲得AFC亞族聯認證的隊伍 今年也拿下了寶貴的第一分積分 看著航員在AFC的成長 氣甲的幾支球隊也都開始申請加入 而認證結果也在不久之前出爐 除了原本的航員之外 高市台電 北市大同及台灣鋼鐵 都順利獲得2020亞族聯盃的認證 要取得亞族聯盃的參賽權 認證上其實相當嚴格 要通過共18項的認證 像是俱樂部一軍的總教練 必須要擁有亞族聯A級教練執照 球隊還必須要有兩支輕訓隊 球員的合約必須符合國際組總的規範 隨隊的防護員 主場出賽的場地等等 每一輪的賽事不管是主客場的開銷上 都要花上數百萬元 俱樂部都要能夠負擔這一筆開銷 以氣甲聯賽來看 最後的冠軍可以直接參加到 明年的亞族聯盃賽事 亞軍必須從外圍賽開始打起 雖然氣甲共有四支球隊通過認證 但是要打亞族聯盃 主客場的出賽都要付出大量的人力 物力跟財力 外圓選手的簽證等等也是一大問題 要如何參加亞族聯賽事 但又不影響國內氣甲的賽事 都是球隊要想辦法解決的問題 儘管四支球隊都已經獲得認證 但目前會是哪兩支球隊代表台灣參賽 也還不確定 恐怕得等氣甲聯賽結束 球隊內部討論之後才有辦法得知 歡迎再回到足球週報 氣甲聯賽進行到現在 只剩下最後一輪的比賽 今年的氣甲冠軍也將在本週出爐 在冠軍戰到來之前 先來回顧一下 由博斯為您挑選的十大撲救 十二碼對決 黃秋林成功為行員守住城池 沒差啦 沒差啦 這個球 剛剛 黃秋林 黃秋林飛身撲救 擋下馬克 強勁射門 他們也算是賺到 哇 這就危險了 哇 太重要了 哇 黃秋林 黃秋林擋下鋼鐵頭槌 讓行員繼續維持領先 好傳桌了 這個球頂 哇 能讓黃秋林當然是 也 救得非常非常漂亮 鋼鐵蛇馬 來勢洶洶 潘文傑神來一檔 輕鬆 化解危機 好這邊 馬鐵蛇射門 文傑真的撲到了 哇 哇 你看文傑的表情好像 沒什麼 哈哈 不過你可以看到 馬鐵蛇 漂亮 整個槍 哇 可惜了 這次潘文傑用腳擋 阻斷了紅獅 最後一波進攻 哇 過了 哎唷 眼看斧頭肉 瀕臨群下 潘文傑趕緊用腳 捍衛堡壘 中間走 撞牆 有機會捉掉什麼 潘文傑盪掉了 再補一腳 這是被Marco擋出來 哇 李冠佩空中一躍 順利擋下 對手的 凌空抽射 嘗射 嗯 嘗射 嘗射 喔唷 擋得精彩 田圈鏡上演精彩 飛聲鋪舊 擋下鳴船 發動的世界波 跳球門裡面 嘗射射門太精彩 面對朱文樂的強勢頭鎚 Luke神奇抱住球 化陷為夷 機會傳中 阿姨恩 轉身 轉過來了 沒有機會這門 扣了一下回來 電給門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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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這次的年度 十大鋪舊 固然好的防守 就是球隊 贏球的關鍵 別忘了本季的最終戰 將在12月1號K打 屆時還請球迷們 踊躍進場 替支持的球員們 多多加油 七夜夾擊足球聯賽 剩下最後一輪的比賽 正觀的大同跟台電 要在本週的比賽 才能知道 誰能抱走冠軍獎盃 讓我們來看 本週的賽事預告 七夜夾擊足球聯賽 本週在台南市田徑場 有兩場的賽事 第一場有排名第四的 台灣鋼鐵 對上排名第七的 民船大學 兩隊在第一循環的交手 由台灣鋼鐵 以3比1擊敗民船 但是到了第二循環 台灣鋼鐵 卻一路受到民船大學的壓制 一直到加持階段 才靠著王牌 吳俊清的射門 才驚險追平比分 不過民船大學 境況相當低迷 不但處於三連敗的情況 甚至在最近的三場比賽 總共被對手攻劍了19球 三場比賽都被對手 以大比分取勝 各項數據都顯示 民船大學最近的狀況 相當不理想 對於台灣鋼鐵而言 本季最後一場比賽 目前排名第四 希望能夠爭取第三名的名次做收 但是由於上場比賽 輸給高雄台電 因此跟第三的行員 在氣氛上有兩分的差距 本場比賽要贏民船大學 拿下三分的氣氛 才有機會在氣氛上追過行員 而同樣在台南市田徑場的 第二場比賽 由排名第三的行員FC 出戰聯盟入主的台北紅獅 兩隊前面兩次的交手 行員都以大比分擊敗了台北紅獅 不過到了第三循環 紅獅更換了大批球員 有許多心血球員的加入 在第三循環 面對龍頭的北市大同 還一路壓制了衛冕軍 雖然最後比賽尾聲被大同追平 不過依舊證明了 紅獅的新陣容是相當有實力的 而行員在上場比賽 靠著剛從亞洲聯U19征戰回來的林明偉 單場攻擊一球 傳出兩助攻的表現大勝台體 本場比賽能不能再度發揮 也是勝負關鍵 本季想要確保前三的位置 在台灣鋼鐵緊追在後的情況下 最後一場比賽仍需拿下 才能夠穩固第三名的地位 七夜夾擊足球聯賽 本頭在高雄國家體育場 同樣有兩場的賽事 第一場由排名第五的台中Futoro 對上排名第六的台灣體大 目前二連勝的台中Futoro 想要在季末拉尾盤 挑戰三連勝 為賽季拉下完美的Ending 而對手台灣體大 近況則相當低落 目前處於四連敗 回顧兩隊前面兩次的交手 第一循環兩隊是以1比1握手言和 到了第二循環 台中則是以3比0大勝的台灣體大 雖然台灣體大目前處於四連敗的狀況 但是正中年輕球員居多 台體的大一新生韓一善 在經歷過亞族聯U19的洗禮後 能不能以自身國家隊的經驗 幫助球隊是勝負的重要關鍵 而再來就是本賽季 在高雄國家體育場的最後一場比賽 同樣也是各位球迷最期待的 由衛冕軍本賽季目前龍頭的北市大同 出戰排名第二的高市台電 本賽季的冠軍究竟鹿死誰手 帶你來看本場的關賽重點 推顧兩隊在前面兩個循環的交手 在第一循環大同是以3比1擊敗了台電 到了第二循環 台電率先攻破大同大門 不過最後仍被大同的強大風險推平比分 以1比1握手言和 台電陣中的主力前鋒球一環 雖然到了第三循環因為受傷 一直高掛免戰排 不過階梯上去的前鋒也毫不遜色 台電在第三循環目前處於全勝的戰績 近況相當火熱 相比之下大同就顯得有些不穩 不但在第三循環面對鋼鐵 存下了本季第一敗 但面對聯盟爐主的紅獅 則是在比賽尾聲才驚險追平 在第三循環的戰績為4勝1敗1合 目前兩隊在積分上都是49分 持平的狀態下 由於進球差是大同較多 因此本場比賽若是兩隊平手 就是由大同完成3連罷 而台電則必須贏下這場比賽 才有機會推翻大同王朝 精彩刺激的比賽 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 能夠把握本賽季最後一場比賽 在12月1號到現場 為支持的球隊加油 本週氣甲聯賽 將在台南市永華足球場 及高雄國家體育場 進行4場比賽 冠軍戰由大同對上台電 將在晚間7點 國家體育場登場 另外台南市永華足球場 因為設備的關係 原本晚間7點的比賽 將改成1點半開始 歡迎球迷到現場替球員加油 或是鎖定博斯的轉播 更多的足球消息 請上博斯粉絲專頁 以及Youtube 以上就是本週的足球週報 我是主播張耀生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MING PAO CANADA